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 茉莉最后一次花期也已经结束了 这个期间如果不能正确的去养护他们 就很难让茉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即便是挨过了这个冬天 茉莉明年海花数量会很少 要想让茉莉水里度过这个冬天 明年吃饭也没 这三件事大家必须知道 我和大家分享几年 杨国花的朋友都知道 茉莉在身上期间 越是修剪长得就越茂盛 自然就开始洁白如意地花端来 因为那些产食热液已经被修剪掉了 出使了吸引的分子长出来 但在冬时就不要再修剪了 只要把产花干净整理完几颗 因为茉莉冬天已经进入休眠期 此时再去修剪 就会减去茉莉准备过冬的养肺 从而影响明年的开花质量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 茉莉花正出于休眠期 一般不需要任何养肺 所以我们就不必要给它施肥了 如果硬是给茉莉花施肥的话 它不仅吸收不了 这些营养 还会导致少给它现象 这样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所以我们让它慢慢的长着就好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 茉莉花是不抗中的 在双向前后 必须把它移入室内 天气良好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打开窗户 给它适当通风 以至于明年不会长得枝条很脆弱 茉莉花在生长期间 是比较耐修剪的 月间枝条就越多 花开的就多 可是度过修面器的茉莉花 第一次修剪 必须在清门间前后 只要掌握了以上几点 明年你的茉莉花会长得更加茂盛 开花就越多 花完之后 好了 关注我 下期带你了解更多 专门下期视频再讲